所以在2025年 侯友宜究竟会不会参选国民党的党主席 还是说盧秀燕、朱立伦跟 侯友宜三雄并起 这个就要看 当时候的政治环境而定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总讲人 张有华 新北市长侯友宜在大选过后 声音慢慢的消沉 但是近来侯友宜的动作就很多 侯友宜的动作很多 有三个 我们先看第一个 对于侯友宜之后的新北市长人选 侯友宜非常坚持推荐 他的副手叫做刘和然 为国民党的参选人 但刘和然的声量流量跟知名顿 其实都并不高 所以朱立伦想要推荐他的爱将 台北市的副市长林以华来新北选 在这个时候 韩国瑜呢 也希望由台北市的副市长李世川 他来选 一个新北市长有三位候选 人选 可以说 侯友宜 他想要跟朱立伦 或者是韩国瑜对抗 事实上那是不可能的事 但是侯友宜身为新北市长 对于提名人选 跟未来的参选人 当然有他的影响力 所以三方还在角力之中 那第二个 侯友宜 他也开始慢慢注意 社外关系 还有包含大陆关系 就是说这一点是出乎大家的预料之外 过去他在大选期间 去新加坡 去美国 去日本 这一些关系 事实上都还在 然而 侯友宜就是对中国大陆这一块 他就缺乏明确的质疑 那事实上 他也希望在市议会 执行完成以后 到中国大陆去看看 这是第二个 那第三个 他现在对于很多的 建设 包含 对于民进党执政下的经济建设 他也提出了很多的意见跟批评 尤其是 民进党的监院 监委 要查他35年前的一个案子 一个 是郑南龙的自焚案 一个是 罗毅式的驱逐案 那这两个案 就在今天 民进党的监委 要找侯友宜的麻烦 我们看 那么明确的案例 包含35年前发生的事情 今天居然要查 当然 侯友宜说 他坦荡荡 他也准备好了 但是事实上 还是民进党对他是有所顾忌 从这三件事 第一个 新北市长 第二个 涉外关系 第三个 民进党对于他 要来约选 这三件事 可以看出来 侯友宜不是木头人 侯友宜不是木头人 可以说 有一件事情牵动到 国民党的未来 什么事 就是 2025年的时候 有关国民党党主席的人选 侯友宜从来没有说 他不参选 国民党的党主席 你回想2022年的时候 有人建议 侯友宜应该要掌握党务 所谓的党务 是对他2023的参选 是有帮助 但是那个时候的党主席 是朱立伦 朱立伦是提拔 他的老长官 他不便 过于介入党内的事故 结果没有想到 2023到2024的参选 这整个的阶段 侯友宜竞选办公室 跟党部之间 真的是磨合不断 磨合不断 到了最后 几乎都要各走各路的地步 所以使侯友宜也兴起了 到底要不要参选 国民党的党主席 尤其是他新北市长任满 至少他参选党主席 对于他政坛之路 还有一条 还有一条康庄大道 所以在2025年 侯友宜究竟会不会参选 国民党的党主席 还是说 卢秀燕 朱立伦 跟侯友宜 三雄并起 这个就要看 当时候的政治环境而定 那事实上 侯友宜如果参选 国民党的党主席的话 对卢秀燕 对朱立伦来讲 都是沉重的压力 尤其是朱立伦 当朱立伦没有党主席 职位的时候 他在政坛上将一无所有